欢迎收看中国在线 我是蔡永恩 合资格的港澳和内地居民 下星期三开始 在深圳湾和珠海共北口岸 经免出示证件编检通道 可以策略代替策证过关 但仍应该随身携带有效证件 刘卓蓝报道 内地出入警管理局发布公告 为进一步便利 内地和港澳地区之间人员往来 提升通关效率 下个星期三起 将深圳湾口岸 和珠海共北口岸作为试点 升级部分边检快捷通道 跌满14岁以上 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 多持有效附港澳签注的内地居民 以及持有效回乡证的港澳居民 在同意边检机关 採集核验面部 指纹等信息后 可以经免出示证件通道 以策略代替策证通关 现在可以经内地边检快捷通道 通关的港澳居民 以及已经流传生物特征认证的内地居民 不用申请就可以直接使用 不过 合资格人士仍应该随身携带有效证件 至于持有公事出入境证件的内地居民 现在仍然要策证通关 有线新闻刘卓南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秘鲁 和总统博鲁亚尔特会谈 两国签署更新版自由贸易协议 两人都以视像方式 共同主持前海港开港仪式 彭天成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车抵达秘鲁总统府 总统博鲁亚尔特为他举行欢迎仪式 两人同徐行官员握手问号 现场就起国歌 两人之后到总统府会谈 习近平说八年前对秘鲁进行 第一次国事访问之后 中备双边贸易额增长1.6倍 中资企业到当地的投资也有增加 愿同秘鲁共同推动 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 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 推动中备、中拉、务实合作、体质升级 他们有出席合作文本交换仪式 包括两国签订的更新版自由贸易协议 之后又以视像方式见证中资有份兴建的前海港开港仪式 习近平形容前海港是一带一路有一成功项目 愿同秘方一道以前海港为起点 打造中拉六海新通道 又说前海港是南美第一个智慧和绿色港口 将会为秘鲁人民带来丰厚收益 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将会巩固秘鲁涵接六海 联通亚洲和拉美的门户地位 中方期望两国继续努力 提升港口运力 带动物流 经贸和相关产业发展 去推进包括两国在内的太平洋沿岸经济体共同发展 习近平早前抵达利马的时候 发表书面讲话 说双方政治互信日益巩固 在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互相理解和支持 又相信今次访问将会引令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再上新台阶 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 取得更多新成果 有线新闻彭天晴报导 《求是》杂志发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文章 强调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 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文章说中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 老龄化等趋势 习近平强调要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 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 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 建立健全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增加全社会劳动力 并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 文章都强调要加强人口统计和监测预警 完善相关的保障法律体系 做好宣传引导 内地10月零售销售好过预期 但是工业和固定资产投资表现 就差过市场预期 国统局说国民经济运作稳中有进 未来会推动一系列刺激经济措施落实 头10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就增长3.4% 国统局对于今年实现全年经济增长5%左右的目标 有更加大的信心 特别是从10月份的经济主要指标的变化来看 我们进一步增强了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的信心 市场的回度明显提升 楼市的热度升温 资本市场回暖 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增强 受惠刺激政策 上个月互深量市成交量和成交金额一起创新高 按年增长大约1.5倍左右 除了股市 国统局说内地房地产市场活跃度也提升 头10个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 跌幅比起头9个月收窄 分别跌超过15%和20%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就按年跌10.3% 有线新闻 王浩林报道 内地有传媒揭发 负责安徽高铁建设的施工单位 涉嫌偷用不符合规格的建材 记者昨天采访期间遭到袭击 手捕受伤 电话被抢走 中国记协发声明说 正密切关注事件发展 何新言报道 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部 最近调查安徽合新高铁期间 发现多间施工单位 为了折省成本偷工减料 将原本的三元月饼 橡胶弹性电层 改为不符合铁路规格的 再生交仿制品 材料性能源低过要求 存在安全隐患 两个记者黄文哲 程子龙 之后回到合肥採访时 更加遭到襲击 手捕流血受伤 电话都被抢走 事件引起不少争议 负责项目的中铁7局说 已经派人处理 中国记协就发声明 说密切关注事件发展 两个记者目前人身安全 电话都已经拿回 记协将会和有关部门保持沟通 维护记者正当采访合法权益 有关涉嫌违规的建材 铁路公司就表示 所有用的材料都履行了招标程序 有产品出厂合格证 和第三方检测报告 当局已经委托检测机构 展开抽样再进一步调查 有线新闻 何新闻报导 内地市监总局 发布针对散装油运输 卫生要求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将会在春年2月1日开始实施 新标准规定了散装运输容器的清洁 维护和管理等卫生要求 包括规定运输食用植物油 应采用食品专用容器 应在容器外显著位置 明显标识食用油专用 或者食品专用的字样 运输非食品的容器 不应该运输食用植物油等 内地传媒早前揭发 有化工运油车运输食用油 引发民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国务院食安办事后成立联合调查组撤查 在珠海举行的中国航展踏入第四日 也是首日向公众开放 当局预计吸引超过11万人参观 航展首个公众日 照早有不少人排队入场 当局要实施人流管制措施 开放日所有门票已经卖光 官方估计星期五的入场人数 将会达到11万5千人 多款战机陆续出场 进行飞行展示 包括新一代隐形战机 签35A 签20和签16等 室内展馆也有多款的装备亮相 例如新型反引申雷达 反无人机系统等 第十五届中博航展星期二开始 一年六日在珠海举行 去到星期日闭幕 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今年的 最佳旅游乡村名单 内地再多七条乡村入选 总数达到15条 位居世界第一 这些乡村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认真语讲下 位于云南沿洋沿的亚者科村 是其中一条新入选的 最佳旅游乡村 被世界文化遺产哈尼梯田 包围着的一栋栋蘑菇屋 居住了六十多户哈尼族村民 自2019年起 当地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8万人次 同样入选的还有 被视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之一的 安徽兆江村 展示着独特苗族文化的 湖南十八栋村 有浓厚的土流文化 客家文化的福建官阳村 以及四川逃平村 浙江溪头村 和山东燕敦各村 根据《文旅报》数据 今年前三季度 全国乡村旅游接待人数 达到22亿4800万人次 接待总收入超过 13200亿元人民币 乡村旅游 已经成为带动旅游市场复苏的重要动能 有线新闻 迎震雨报道 中国跳水队 结束巴黎奥运赛事之后 目前已经重新集结 传统闲话 归队之后的首要任务是减肥 你说在收队之前吃了很多 回队之后就不让吃的东西 就想当时怎么没再多吃一点 哎呀你好可爱啊 因为有时候觉得自己都吃过了 就不太想吃了 然后回来减肥的时候 就和那个时候怎么没再多吃一点 那现在最想念吃的是什么呀 由于维持标准的体重 对于跳水运动员非常关键 传统时目前每天都要在恒温28度的跳水管 进行跑步等有氧训练 每次训练时间一个钟头以上 他说刚刚开始的时候 曾经因为太累想放弃 节目时间到这里 稍后有其他新闻